我愛你,現在都是力量的全生企業 最近我經常在想一件事 要是時光能停止就好了 當人類真是不方便 是啊 我想得到一個永遠都不會衰老的肉質 那就是我最大的願望 你還真是瞭解我 知道我會選擇這條路 只是我的直覺罷了 我就在想 你應該會選擇這條路 你確定你真的要選擇 走這條路嗎 但是在我看來,你不是早就已經補償一切了嗎 你當時妖怪溃變的烈量 不管換成誰來,都絕對不可能是他的對手 那件事根本就不是你的錯 那件事根本就不是你的錯 那是我做過最痛快的事 那是我做過最痛快的事 我先是打敗潰裂,又實現轉身成妖怪的願望 在那兒之後 在那兒之後,我就可以盡情地追求我所期望的力量了 等我看到潰裂把我的弟子們全都殺光之後 在那兒之後,我才明白到什麼是真正強大的力量 不如說,我很感謝曾經發生那件事 你別人 你別人 我說換海了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吧 你今後應該還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那個小子一定會變得更強 但是時候有差錯,就會變得更容易 你就再保護那小子一段時間吧 我們已經到了之後的一刻 你說出口的話 還是在擔心打敗自己的對手 要想到下面這樣的程度 還真是不簡單 就算死了,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吧 謝謝你 謝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照顧 你只是,只是個大傻瓜 謝謝你 謝謝你